现在我从福州坐地铁六号线 坐到常乐的食阳站 然后食阳站出来 走两步就到了常乐的非常著名的一条美食街 冰范一条街 我们去寻找一下看冰范一条街在哪里 我也是第一次来常乐的食阳街 他这边有个路牌 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走的 魁桥美食街 应该是这个方线吗 他不过他节假日这边有个山圈 食阳国际城 这里楼下设了很多那个点 类似于美食一条街那种 但是他应该这个不是常住的 没有店面的 只是搭个盆 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长期存在的一条街 地铁六号线 第一出口走出来 然后一直走出来就一直往前走 不要左拐也不要右拐 就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拐 拐到顶那个红色广告牌那里 右拐 走个200多米就到了长乐最出名的冰范一条街 葵桥美食街 走到这个梯子路口 就到了这里美食一条街 这是这个街市的路口 这条街才400米 一个路口到另外一个路口 400米这条街就走完了 但是这条街自从福州地铁六号线开通以来 这条街一年的人流量能达到400万 你知道长乐区2022年统计长乐有多少人吗 长乐总人口77万 关这条街就能达到400万 你看有多了不起 三姐老火锅 九寨沟土菜 这边有一家梁梁冰饭 还有长乐范冰冰 据说长乐范冰冰 他比较出名 他在抖音各方面透露很多 每次刷抖音都能刷到 现在这边已经是爆了 每家店门口都是排着长乐 这家也是 这边有一家正宗八宝冰饭 这个想吃一口还不容易 排队我看一下 30个了嘛 还要30个人才能到我 套下每家装修都按这个风格来装修 亮晶晶 闪闪 这连着 因为是冰饭一条街嘛 所以说连着每间店都是卖冰饭 一品箱八宝冰饭 景强过边店 这边消费最多最多的消费群体 还是福州大学城的学生 福州大学城的学生有三十几万 然后五一节放假 我看好多都是全部上到福州市的各个景点去了 我们选一家 不要那么多人排队的冰饭店 其实冰饭它制作工艺没那么复杂 也比较简单 但是中国的冰饭还是要看长乐 因为中国最早的冰饭就是在长乐 估计我现在进去吃的话 位置应该是有 但是方不方便拍摄就是了 我们进去点一下吧 我们再往里面走一下 再往里面走一下 说明也要逛一下吧 都来这里了 这条街上冰饭生意是巨好 而且这边你看还有卖家具的 据说这条街产乐的当地人统计过 这条街上百分之六十二都是做吃的 我估计这家韩星家具 过一段时间就要那个了 把店改制成卖冰饭了 或者做别的做吃的 因为自博那边 那个八大局里面也全部都是吃烧烤了 后来在里面卖衣服的生存不下去了 全部把卖衣服的店改成烧烤店铺 这边再往里面走 冰饭店就没那么多了 冰饭店都在前面那几家 古街牛杂烙货 鲜捞 牛肉拉面 现在是傍晚十分里 你们看一下这条街上的招牌 是不是画师招掌 这样才有商业气息 那种黑地白质的 领导是怎么想的 阿畔小龙虾 青派火锅 鱼粪传奇 东贝地排档 真宣地排档 在这条街的左手边 放电最多 右手边放电比较少一点 前面那个红色大广告牌那里这条街就走完了 就四百米的街 去年产俄市 这边政府投入了三十几万 还改造了一方 OK 这条街给我走了五六分钟就走完了 现在我们往回头走 走街的另一边 现在天还没黑 这条街上的汽车已经走不动了 这家大排档好大 巨大 我看一下这边站了几卡门面 一卡 两卡 三卡 四卡 五卡 六卡 七卡 八卡 九卡 十卡 整街 这个大排档直接占了十个卡的门面 整栋楼一楼都是它的门面 像这种的广告牌 喜利的广告牌 它这个都是喜利支柱给它的 然后里面喝的酒都是以喜利为主 别的酒在里面不那个 独家喜利专场 前面那家也是 那家东北地也是 以前 以前我在广东开酒楼的时候 有很多的酒商找我谈 也谈这个 就说我 我的酒给你做专场 你的冰箱里不能卖别的酒 然后酒的价钱批发也很便宜给你 比如说我们卖一瓶卖八块或者卖十块的酒 他可能我们三块只能拿到 三块拿到你拿一百件 他还赠送三十件 是这样子的 所以想去这种地方喝酒的话 除了自己带酒 你去里面点啤酒的话 一定是喜利给你 完了完了完了 刚才往后走 整条街都走完了 还是只有前面这几家 有卖冰饭的 现在我们有路缓回 又缓回到这里 还是去这几家排队吧 老老实实排队才能吃到冰饭 这里他们发抖音 或者发朋友圈吃冰饭的 都是这家发明兵 这家属于到茶乐吃冰饭 必打卡的店 好多人 他点完以后 坐在位置上 还没吃到冰饭 就是说他这边上冰饭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我们还是会带清排一下 这就是 范冰冰冰饭的店里面的装置 看看这边的试图 有一种冰饭叫范冰冰 我们点这个超人器 白饭 白米布丁饭 点个试一下 这个东西不能靠这个吃饱啊 其他的也差不多 就是里面的配料有区别 这家已经开了好多年了 他现在非常专业了 有点像连锁奶茶店那个样子 现在我们把冰饭点完了 坐在这个桌子上等一下 他点完以后会拿个套牌给你 我是99号还蛮吉祥的 然后点的是 白米布丁冰饭 10块钱 还是很便宜的 看上面的招牌上 那个内容还是蛮多的 他主动卖冰饭 还有卖烧烤的 还有二楼 二楼装修的也很科幻的 这样我们吃完上去逛一下看一下 每天这么多人 每天这么多人不得了 平时 平时 星期一 星期一至星期四 要多一点 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么多 星期天呢 星期天多不多呢 星期五天多 就是周五周六周天 星期一至星期四 就要舒服一点 就舒服一点 没那么多人 这个是你 这是我的 那个单子帮我收走了 没有那个单子没关系吗 对 99 对不起啊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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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天几点上班上到几点啊 我们十个小时 差不多都是十个小时 十二小时 十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有几个阿姨收肚子啊 两个 才两个 两个 下面两个 有一个请假的 我是帮助的 哈哈哈哈 我来这里帮忙的 本来是烧烤那边的是 烧烤 烧烤全部都是这些收肚子 哦 很重 阿姨马换了 有一个阿姨 这几天太老妈去世了 她回家了 所以最少一个人我就来帮忙 那就很忙哦 阿姨忙坏了 阿姨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其实 产热冰饭是由 东南亚那边产到 产热 由八十年代 产热能首先开创 从冰水 就是糖水 冰糖水 直接 往里面加东西 直接开化成 现在的冰饭 现在的模样 然后慢慢慢慢演化 往里面加的东西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而且 加的东西又与时俱进 比如说大家喜欢吃甜的 他往里面加钢果 加那个 葡萄干 那些东西 到后来 大家 开始流行吃水果了 又往里面加各种固定 加各种椰果 水果 这些东西往里面加 越加越丰富 生意越做越好 产热能还是非常出名 然后 在产热巴扬光大以后 这个冰饭 往外流 又传到了美国 现在美国也开了好多 产热的冰饭 可能 可能 哦 美国那边的产热冰饭 适合 华人的口味 这边的产热冰饭 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哦 更适合福州人的口味 我们现在吃的放冰冰 冰饭 还不是这条街上历史最悠久的 这条街上历史最悠久的一家 七七七冰饭 已经开了二十几年 在葵桥里时间 但是开的最大的 应该生意最好的 应该就是 我们现在吃的最佳 现在 天越来越暗 但是排队的队伍 越排越长 现在这里从八排 直接排到 这边路边去的 我是六点二十五分 现在是六点三十七分 仍然没有把我的冰饭倒上来 太满了太满了 看到里面 对台里面 就少有八个人 穿黑衣服的小妹 就在加工冰饭 他冰饭加工就是 冰的糯米 然后把那些钢果啊 这些钢果啊 这些东西 把那些一次性的 往里面堆 堆完以后 等会就做好了 其实很简单 跟这边的奶茶店一样 直接 混对 直接放在一起 搅拌 还有他这边小哥 端着冰饭 你不喊也不叫的 端着冰饭 默默的看着你桌子上的牌子 然后放在你桌子上 他也不叫客户 说几号几号几号 烧烤的小哥也是 端着冰饭的小哥也是 端着不叫的 他安静定的把冰饭放到你的面前 OK 我的冰饭端上来了 上面全部都是冰渣渣 吃的内容在下面 还有一包 碎花生 然后 铲子 这就是冰饭的全套了 我刚才把花生倒进去了 这就是布丁吧 然后 这红色的是西瓜 固定西瓜 下面还有什么 下面就是真正的冰饭了 就是糯米饭 先把它搅碎一下 这个有点像鲜炒蜜 OK 我们开吃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冰饭不能吃冰渣渣的 要挑下面的吃 相对于夏天来说 这个冰饭不算很冰 上面的布丁 跟这个新炒蜜 不是很远 完全完全可以接受 还有绿色的 桃缸 桃缸很有嚼劲的 有点硬 这个又是冰饭了 冰的糯米饭 脏皮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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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鸿肉 不好吃买那么多 这样可以 一碗多了 十块钱 十块钱 十块椰奶 但是你奶奶一定用吃的 你奶奶尝到你不吃冰饭 这东西没来 吃冰饭在这里 你说他东西不多吧 就这么一小碗 你说他多吧他就有很多 而且他是冰的 吃的不能太快 太快了 很麻烦 里面的糯米 跟里面的 脂肠肝很有嚼劲 所以吃的时候还是要慢慢吃 天气不想热的时候过来吃 绝对是透心凉 能从嘴巴量到喉咙 再量到心里面 那我想起的以前去 美洲的时候 吃美洲那边的那个青布凉 有点像 这个肠肠肠肌肉 回忧 我肯定没吃过 他是广东客家的 那边没这个东西 下次回来 带他回来 这个帮长见识 吃下我们 大福州的肠肠肌肉 这个常乐冰饭不是只有夏天才能吃 冬天也有很多人吃 常乐人的吃冰饭 他可以吃火锅的时候 旁边来碗冰饭 吃烧烤的时候旁边来碗冰饭 也可以单吃冰饭 而且不分季节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这么冰的冬天也吃 现在这碗常乐冰饭吃完了 相当的解渴 非常的nice 为常乐人的聪明点赞 本期吃常乐冰饭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点亮小铃铛 感谢您的收看 拜拜 我们现在去楼上看一下楼上生意 看楼上怎么样 这边一头头是点烧烤的那边 还有两家店 还有两个项目 店里有两个项目 一边是点烧烤的 一边是点冰饭的 有没有沿着楼梯走上去看一下 看一下楼上的一夜面积有多大 楼上比楼下还大 也是满坑满谷 我看一下这边的街景 这边才能看到这边的街景 这就是葵桥美食街了 这里就是生产冰饭的地方 现在我吃完走出去了 你看排队的都是年轻人吧 直接排到路上 路上来 哦 是这家 旁边这家 这家密园777冰饭 就是这条 葵桥美食街开的最久 开了20年的冰饭店 密园777大家记住没有 最老的 资格最老的 也是排队排老长了 好的 现在天黑了 现在我远路返回 去坐福州地铁六号线 这条街还是 人还是挺多的 而且 离红灯啊 招牌什么东西 都很亮 很适合夜间散步 然后跟朋友出来小酌 好的 拜拜